大陆刚好登场 考场外挤满了身穿旗袍的妈妈们 旗袍就寓意着旗开得胜 所以我们今天好多家长穿着旗袍 其实就表达了对孩子们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穿旗袍象征旗开得胜 让考场外宛如出现了旗袍娘子君 红色的旗袍 然后穿了红鞋 拿了一个红包 开的车都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红印当头 喜欢孩子一路绿东吧 过关吧 这有点在黄颜色 有点在绿 走向辉黄的意思 讲究颜色的不止这些家长们 还有不少考生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应试 黑色表示黑马的意思 潘莹得好彩头在衣服上下功夫 而偏偏有考生差点毁在衣服 无法顺利入考场 正中考场外一群人手忙脚乱 这名考生的准考证和身份证 放在裤子的口袋里 就怕证件掉出来 他还特别选了有拉链的裤子 但拉链卡死怎样都拉不开 最后是死掉裤子的布料 抢在最后一刻准时入考场 见影片与综合报导